我們做的版本呢 它是用非常多的蔬果 用腰果帶出奶香 然後也會加入一點硬度的那種香料粉去做提味 哈囉 大家好 我找素食的好 歡迎收看備餐系列第二集 上一集呢 我真的收到太多太多的回應跟留言說 為什麼要計時 他們看我做得很緊張 然後他們看得也很緊張 跟你們講 我自己剪得也很緊張 所以呢 我們這一集直接大調整 我們不計時了 好不好 輕鬆做 對 輕鬆做 我慢慢做 然後也慢慢介紹 好 那我們這一集的主角呢 邀請到了 天貝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 因為我們之前有拍過一集 也是二支星的天貝 那這一集呢 因為備餐系列 我們要做五個餐盒嘛 所以我們五天份的天貝 都會使用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天貝他們這樣一包啊 總共是300克 我們每一份都會使用1 3分之1 也就是100克的天貝 那100克的天貝呢 通常都含10到20克的蛋白質 所以他真的算是蔬食者有在健身的話 備餐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食材選擇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介紹 第一天我們使用了我們最常用的黃豆天貝 然後切比較厚一點 最簡單的就是使用單煎的方式 然後第二天呢 我們把黃豆天貝 切得比較薄一點 然後使用一些醬料還有煙燻紅椒粉 醃過之後再拿來煎 吃起來會非常非常像鹽菌培根 超級香 那接下來這幾天呢 就是變化性比較豐富一點 我們使用到我最喜歡的鷹嘴豆天貝 他吃起來口感非常的鬆軟綿密 然後香甜 我們把它切得比較大塊一點 然後用醬燒的方式去料理他 第四天我們用到的是黑豆天貝 你看他顏色超特別的 然後我們把它切小塊一點 用三杯的方式料理 最後一天我們使用到一樣是黃豆天貝 然後切得更嫩更碎 我們打算把它加入紅醬義大利裡面 增加一點就是口感還有營養價值 好 那介紹完這五天的天貝該怎麼料理之後呢 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料理階段 好 首先呢 因為我們五個餐盒裡面 大概有三道嗎 三天的餐盒 都有香料烤食酥 我這個人就是非常非常重愛香料烤食酥 因為他真的非常方便 那上一集其實有看過我的作法了嘛 我的作法其實就是放在一個很大的保鮮盒裡面 把食材備好之後呢 直接把油倒進去 然後呢 加入一點點的鹽巴跟香料 接下來呢 就蓋上蓋子 直接搖 好 就變這樣子了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很好吃了 你不覺得嗎 哦 對耶 然後香料烤食酥啊 大家一定要記得 每個蔬菜它烤的時間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就是簡單把那個表列在煮下方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就直接倒到烤盤裡面 哇 好多喔 三天份啊 你這個大石塊 好 麻煩你送入烤箱 好 好 再來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來煎天貝 然後天貝我就直接這樣放下去 然後後煎天貝吃起來會有那種 雞油油的口感 然後這個乾煎天貝呢 我不打算用太多的調味 我直接用鹽巴解決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這個天貝這樣併排之後 直接 鹽巴撒下去 等一下再翻面煎一下 其實就可以起鍋了 非常非常簡單 好 那另外的鍋子呢 我們就來炒菇 我們準備了香菇跟杏鮑菇 其實大家可以準備就是自己喜歡的菇類啦 記得鍋子裡面不要加油喔 直接把菇類放進去 讓它乾煎 那這個菇類呢 它的水分把它煎出來 然後收乾之後 就可以把油加進去 一點點 然後加入一點調味料 這個表面已經下下了 好 再來第二步驟呢 一樣這一鍋處理天貝 這鍋處理配菜 這一鍋呢 我們要來煎的是煙燻天貝培根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不用加油 就直接下鍋煎了 有沒有像在煎培根啦 有啊 待會兒你焦焦的以後會更香 其實你可以再切更薄一點 那另一個鍋子呢 我們也會讓它鹹著 我們來炒蔬菜囉 菜的部分我們準備了羅曼燈小白菜 切絲的紅蘿蔔跟香菇 還有一些薑末 我們還蠻喜歡就是使用 已經蒸熟的毛豆 然後把它冷凍在冰箱裡面 要用的時候可以直接下鍋 還蠻方便的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爆薑 我吃得很大費耶 好接下來第三步驟呢 我們要來做的是 降燒天貝跟三杯天貝 那降燒我們使用的是 陰嘴豆天貝 三杯用的是黑豆天貝 那他們的第一步驟呢 都是要把天貝先稍微煎到金黃焦脆 那我們就分別煎囉 那這個步驟呢 其實就是大概煎到它的表面有點焦脆 不會到過於鬆散就可以了 因為它後續還會繼續的料理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降燒天貝 降燒天貝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先把 漿末灑下去之後 稍微給它煎一下 然後再來呢 把番茄糊倒下去 最後一個步驟其實算是最麻煩的 因為我們有一道是咖哩 那我們做的版本呢 它是用非常多的薰果 用腰果帶出南香 然後也會加入一點印度的那種香料粉 去做提味 所以它的 我覺得它味道還蠻特殊的 然後它主要是要用果汁繼續打製 好那當鍋子裡面的東西全部倒進 攪拌機裡面之後呢 接下來要加入腰果 營養酵母 再來是加入椰漿 然後最後是中藥的檸檬汁 把它打成非常濃稠的醬汁 開始就變成特製的咖哩醬 那這一鍋呢 把它的甜味香氣炒出來 然後有點焦脆 不會滑滑滑的時候呢 就把紅醬 那紅醬的做法呢 我們之前有拍過影片 那我就放在這邊 我們剛剛有比對吧 這樣可以進去看 把這個紅醬稍微炒香之後 然後因為印加利麵 我們就已經有些 煮大概七分熟了 所以這道其實蠻快的 好 好 花費了這麼久時間 你看貼色已經按成這樣 我們今天大概花了 一個小時左右吧 因為上次 咖哩醬這個 其實要煮蠻久的 但是 也順利完成了 我們開心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一一為大家展示 這五天份的餐盒 然後順便計算一下蛋白質 好 那今天的天貝呢 非常感謝而知心提供 片頭有講過嘛 就是我們之前有合作過一次團購 那這一次呢 真的是太多太多網友超完 然後我自己呢 本身就是一吃過一次 就完全成為他們的鐵粉 吃過各種天貝品牌 還是覺得他們家的最優質 所以我自己也本身 回購過非常非常多次 那這次呢 應觀眾的要求 還有我自己的私心 又為大家開設了一波團購 那團購資訊呢 我就放在這邊 他們的團購優惠真的非常棒 幾乎是 接近他們週年慶的優惠了 而且有三重優惠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好那這次的備餐系列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留言給我 然後如果想要看我下一集的備餐 想要使用怎樣的食材作為主角的話 也非常歡迎推薦給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連設定給我們的LINE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要記得Follow我們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那我是小豬之浩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